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几课咱们学习了字幕串 什么是字幕串 字幕串如何声明 对吧 以及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 那记不记得上几课咱们声明字幕串 都用了哪些话 单也号双也号 单也号双也号 那这几课咱们就得讨论一下 他们两个之间是完全一样的 还是有区别的 是吧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呢 咱们说了 如果你是会多门编程语言的话 通常都说了 学一门新的语言 你最好等到 把原来的语言给忘掉 就像学 想学上乘的武功就要怎么废除原来的武功 不然的话会走火入魔 对吧 那走火入魔在哪呢 比如说 单也号 单也号呢 在家里边声明字符用的 对不对 单一的一个字符 然后双也号声明什么 字幕串用的 对吧 则说了 PART 它部分字符和字幕串 通通是字幕串 这点是个区别了 那还有在加尔斯卡的里边 就是GS的语言里边 单也号和双也号 是完全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的 对吧 那PART呢 它单也号双也号都可以声明字符串 但是是有区别的 那那就这一刻就讨论 单也号和双也号的区别 好吧 来我们再像上课课 把这个程序打开 这是上课课的一个程序 我们继续在这写注释 单也号和双也号的区别 单也号和双也号的区别 那看一下区别在哪 比如说这块有个变量 INT是10 对不对 我把这个去掉 这个我也去掉 让它变成最简单的一个数据 想吧 第一个就是咱们研究一下 在刷一字符串中能不能嵌套变量 能不能嵌套变量 在别的语言里边 比如说加速号里边 如果想在一个字符串里边 使用一个变量的话 需要用连接符号去连接 咱们过几节课 咱们就会学运算符 会学字符串的连接符号 那既然现在内学这个连接符号 咱们就展示先不用 对吧 这一看数据号里边能不能用变量 比如说 看 Dollar INT 上面INT等于10是不是一个变量 我在字符串里边放着这个变量 能不能解析呢 应该能 它和印度也不一样 对 可以解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诶 这10 看到了吧 是可以的 那如果我把外层换成单眼号 换成单眼号 那你再看一下这能解析吗 应该不能都红了 对 通过工具能够发现 用单眼号的时候 那个变量INT 它怎么呢 都没有变颜色 对不对 当然这不是说不行的原因 因为这工具显示对不对 那其实它确实不行 看一下 是不是圆形显示了 也就是在单眼号中 这个变量它没有解释出来 没有把变量值读出来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咱们就找到第一个区别 怎么呢 是吧 对 第一个区别 在双眼号中可以解析变量 而 而 在 单 引号中 不能 解析 变量 这是咱们用实验看到的效果 对吧 嗯 大家也需要记住这一点 那既然说到了双眼号的解析变量 那咱就研究一些细节 对吧 什么细节呢 比如说 在双眼号里边咱们看到了 是不是可以解析这个变量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这是10是一个demo 对吧 那这块这个变量的值我们就解析出来了 对不对 对 那如果我让它中间没有空格呢 看一下 现在能出现int是10吗 对了 他不会排查前面生灵或什么变量 这块就是对应的一个变量 你知道吗 能排查的话也不好 如果那个有一个是int 一个是inti呢 对不对 他就不知道是哪变量了 所以呢 变量和这个自乎串 变量名和自乎串本身混在一起了 对不对 他没有一个断点 那没有一个断点呢 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变量名 对吧 直到遇到断点的时候 他才知道从什么时候断开 对吧 那这一输出的话 你看一下 对吧 这话时间是不是就输出一个这次 对吧 上面这不是太严重的错误 只是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变量没有定义 看到了吗 在is的8个模式 给我们解释出来了 对不对 在这个文件的某个位置 对吧 这不是致命的错误 是一个注意 咱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注意屏蔽掉 听到吧 那没有这个变量 我们要的是ic变量对不对 那怎么能让他解析出这个变量 一种办法什么呢 对 让他遇到任何一个特殊字符的时候 除了数 除了什么合法的变量命名之外的符号 什么是合法的变量名呢 说了数字字母下发线 对吧 以及一些 其他的符号 对吧 这些都是合法的什么 合法的变量命名的 那么合法变量命名就不能用在这 特殊字符可以 空格算是一个特殊符吧 动号算是吧 对吧 加个警号算是吧 对不对 加个括号是不是也算是 对吧 但是记住了 中括号不是 特殊不算是 特殊字符 因为后边咱们会讲数族 中括号属于合法的变量名中数族的一个下标 听懂吗 这个的话他有个解析 那我们用特殊字符可以把它隔开 看一下 现在就可以了 你看这次是这个空格 但是有的成员效果里边什么 我不需要有空格 我还想把变量解出来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别忘了 使用一个叫大括号 看到了吗 如果用大括号隔开的话 那么程序执行的中策者就认为 这个是一个变量 这个是一个变量 就可以把它解决出来 扩起来 但是大括号隔在这也可以 扩在这也可以的 但是通常咱们用起来的时候 都扩在这个地方 听懂吧 这样的话 他就跟其他的房是隔离开了 双一号的在解释 这个字符串的时候 遇到大括号就把里边单独当成一个区域 去分析 不会跟这个再连在一起了 那我们这回再来看一下 就可以了 那妹子 通过这种方式 现在真不知道在双一号里边怎么去使用变量了 特殊字符可以分开 对吧 使用大括号也可以把它分开 知道的吧 大一号里边是不能解析变量的 所以你用不用大括号都是没有用的 是不是这样吧 你看 这个 是不是没有用的 所以呢 大一号里边不能解析变量 他也不认这种花括号 OK 这是 第一个最主要的区别 单眼号和双眼号中 解析变量的问题 对不对 另外 还记着咱们上几个说过这个转意字符 这个区别吧 他能将有意义的变成没意义的 也能将没意义的变成有意义的 说过这个吧 那 上几个课当选的 是将有意义的变成没意义的了 还是将没意义的变成有意义的了 有意义变成没意义的 对 比如说 这有什么 R有意义吗 但是我这块 斜杠N 斜杠T 斜杠R 看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在单眼号里写的 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还是斜杠N斜杠T斜杠R 对吧 那如果把它变成双眼号 你再看一下 双眼号 看到了吗 这几个是变颜色了 而且 那你说 这没看出什么 好像多了空桌 对不对 因为 咱都知道RTML 对多个空桌和多个灰车 当一个空桌去使用 是这样吧 所以它看不出什么效果 但是我们右键 查看页面原代码 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变成是这样 对吧 那什么呢 斜杠N 换号 斜杠R回车了 对不对 斜杠T来了一个贴符件 对吧 是有这样的一些区别 所以 这些符号的都有特殊意 换号 回车 贴符件 对不对 当然还有些其他的符号 所以通过这些符号 是不是又看到代号 转杠号 区别了 对吧 那能总结一下 第二点 在双 引号中 可以使用什么 叫做 转意字符 对吧 就是刚刚刚用的 斜杠N 斜杠R 斜杠T 对不对 对吧 在什么 单引号中 不能使用 转意字符 这是第二点的区别 那妹子 你是不是觉得会有一些奇怪 记不记得上几个咱们说过一点 在单引号里边不能签到单引号 对吧 那在单引号里边不能签到单引号 那个单引号 咱们是不是也得需要转意啊 对 那刚才我写的是 单引号里边不能使用转意字符 但上几个单引号里边是不是用了转意字符 对吧 那比如上几个是这么用的 这是一个 DEMO 是这样的吧 单引号 对不对 然后我这块用的什么 单引号 我把里边单引号干嘛了 对 那是不是跟上边那句话矛盾呢 是不是矛盾 的确是矛盾 记住一点 单引号里边虽然不支持转意字符 但是呢 还得让单引号里边 让单引号里边插入单引号 让它失效 所以呢 也得有转意的功能 但是单引号的功能 就是转意滑在单引号里边 只能转意单引号自己 不能转意其他 其他的 所以呢 这话咱们就得加一个括弧 在 对 单 严号中 只能 转意 什么 单引号 自己 那这个目的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因为如果不能转移自己的话 那永远在单引号里不能使用单引号了 你说怎么用都不行了对不对 那程序写取就麻烦了 所以他转移自己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可以转移 既然我转移 单引号在单引号在单引号里边转移 单引号可以 有点肉口对不对 转号不能转移 单引号的转移 对吧 那说明转移字符还是好用的对不对 那就说明什么 我可以把转移字符本身也转移了 说明能能既然能转单引号 拿到转化一个说明转移字符是没可以 对吧 那还可以转移这个转移符号 比如说我这会儿如果直接加这个符号的话 看一下 是不是什么作用都没起 对吧 那我再加一个呢 会起什么作用吗 是不是还是一个符号 就让它失去转移的意思 本身这个符号转移字符是不是也是符号 它本身意义是不是就转移的意思 那将转移字符的转移的意义给它去掉 再加个盘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总结有这么多 在单引号里边 除了转移自己 还可以转移 还可以转移 转移符号本身 就别的都不能转移了 这得清楚了吧 好 这就是单引号双一号的 区别 那得记一下 大家也需要记一下 咱们再总结一下 在单引号里边不能解析变量 在单引号里边不能使用转移字符 但可以转移什么 本身和 转移字符本身和转移单引号 这两个就得了 刷一号里边可以解析变量 但是如果变量的变量名和其他字符串连在一起之后 没有特殊字符隔开 需要用花符号隔开 对吧 然后可以使用所有的转移符号 那咱们 再看一下这些转移符号有哪些呢 大家是不是有点 所以咱们就在这块好好详细的看一下 下边就是转移符 双样号中 最重要一点就是 其中的变量名 被什么 变量代替 这个咱就不用看了 咱就看下边转移字符吧 你看这么多花 斜杆N是换行符 斜杆N是回车符 在温道的下边 换行回车 你得用斜杆N斜杆N两个 在另一下边 你只要用斜杆N就可以了 都是换到下一行去 再问到一下是两个一起用 然后斜杆T是水灯制表红 像一个字符串中 如果有个斜杆T的话 字符串就用一个相当于抵不见 有的抵不见是8空间 有的是6空间 会 空开一个抵不见的一个距离 对吧 这是反习线自己 这块是美元红的转移 对吧 比如说 在双眼尔里边 想说 这是在 双眼号里边 我想 INT 等于 INT 我前面想要INT等于什么 对吧 我直接加转移 是不是道乐幅的意思就被转了 所以前面输出的就不是变量了 而后边输出的是一个变量 我可以在大号这都没关系吧 一般的习惯上在双眼号里边嵌入变量尽量使用划复号 你看 道乐幅INT等于10 这个道乐幅INT等于10是一个带的 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吧 我是把道路转移了 所以他才这块没解析出来10 有没有这意思吧 嗯 那还可以转移 这些方 这都是可以的 正在一个八进制的一个十六进制的 这就是转移自乎本身 是吧 那有没有一个疑问 双眼号和单眼号 哪个功能强大 用哪个好 用哪个好 那咱先说他俩哪个功能强呢 双眼号 对双眼号功能强大 因为里边可以怎么的 用到解析变量 也可以使用转移自乎位置 那为什么这两个要这么去区分呢 在系统里边 用功能越强的 你想象 他肯定占用的CPU越多 有没有这个特点 有这个特点吗 功能越简单的 越单一的 就像妹子是比较单纯 对不对 功能越简单 他的效率越高 对吧 所以呢 咱们在平时开发的时候 能用单眼号的地方 就尽量用单眼号 听懂吗 因为什么 他的效率会比双眼号高 但是呢 那刷一号的功能会比单眼号强 对吧 大量的自乎串 咱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什么 都使用单眼号的去多 因为用不上那么太多的功能 听懂吧 那他说了 效率能差多少啊 差不了多少 但是肯定是差一点点 对吧 那要养成一个 使用的一个习惯 为什么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呢 如果你代码里边 比如说 就用几个自乎串的话 你代码刷刷刷 没什么区别 差不着0.0001毫秒 对吧 就像 比如说 妹的你身上 落一只蚊子 你没有什么感觉的 但是如果你身上落一万只蚊子 你还能是他不存在吗 是不是就不想办 所以代码里边一条两条 看不出效率来 如果你整个脚本里边 比如说几百条 几天条代码 都没注意这个细节 那你整个脚本的速度就会比 所有的细节都注意到了 要怎么的 要慢很多 听到吧 所以咱们在讲课中会总结这些细节 大家要平时要注意一些 尽量都用单眼号 没得记住了吗 这就是 咱们这节课向大家介绍的 什么字符串中 单眼号和双眼号的区别 这点呢 一定大家要记住 因为在后边的课程中 咱们会一直使用 做券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